族群融合可以說是今年金曲獎的最大亮點 開場是由原住民歌手 Abou 阿真正扛下重責 拿下本屆客語歌王的羅文玉 跟彭嘉惠 用客家母語來合唱 成軍二十年的滅火器 則是以一連串的臺語 嗨歌來炒熱氣氛 外加去年的金曲新人獎得主持修 還有向特別貢獻獎得主 羅大佑致敬的跨世代演書等 跨越了族群 也跨越了語言 讓很多人看到金曲獎的多元性 排灣族女歌手阿鮑 用天籟美聲可以金曲獎頒獎典禮揭開序幕 即使聽不懂歌詞 也沉浸在他的歌聲中 今年金曲獎表演相當多元 還有彭嘉惠 羅雲玉帶來的客語歌 過去只唱國語的彭嘉惠 以母語客語演唱一樣迷人 台語歌代表則交給出道 超過二十年的樂團滅火器 今年拿下新演獎的壞特 得獎之後立刻被cue去唱歌 歌聲中更結合台語跟國語 從蘇打綠更名重新出發 對於丁蜜表演也相當精彩 在致敬今年特別貢獻獎得主羅大佑的橋段 則由黃玉玲 領軍四組 不同世代的歌手帶來補曲 因為疫情許多人跟家人分隔無法相見 金曲獎特別找來美籍韓裔男歌手李久哲 用歌聲串起那些想念跟孤單 延期兩個月好不容易能夠實體舉辦 金曲獎還是在小細節 傳達出疫情對臺灣的影響 華視新聞 順便理事件 臺北報導